刚刚踏入39岁的邓丽恩 在生日时激刊 post出泳衣照 为她主演的电影票房布节找数 虽然Stephy只是穿上一件头泳衣 但已经散发着性感的女人味 获获问大赞是动灵女神 这些Stephy和好友姜丽文 现身慈善活动时 就向大家分享 这一辑美人美景的泳衣相来源 那张照片是不是真的 立刻去沙滩 不是立刻拍 是我之前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拍的 那时候拍都没有想过post 想着自己纪念一下 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承诺 就给自己一个藉口 post一下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那时候你觉得自己的身材 是不是都ok 都保持得挺好 所以才有突然有个冲动 想拍出这样的照片 那都有关系的 吃到脏了就算了不要拍 永远都不想穿 所以那时候刚刚去到意大利买的 永远就觉得挺漂亮的 我买了就不如拍一下吧 是 赤道是不是已经叫做最尽 不会再性感一点 如果 不知道 如果有什么需要 如果有更厉害的话 但我不会再答应大家了 免得被人追债 Stephy在去年宣布和王子休胜疫 结束三年程 担心的他表示 都有结识多了异性朋友 但暂时未有喜讯分享 每一年的十月 我都觉得很有爱 大家都很想和我慶祝 尤其是隔了这两年疫情 大家少见了那么多 突然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庆祝 无论不是庆祝我生日也好 大家见面 一起开心吃饭已经很好 是 有没有一些新的 異性朋友那些呢 又走出来又祝贺你那些 異性朋友一定有的 祝贺我都有的 是 追求你那些的意思是 咦 好像没什么 是啊 还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呢 这个会不会都是你自己的 生日愿望之一的呢 没有 没有 我真的愿望 太多其他太重要的东西 这个就不用许愿 就是希望是一个 顺其自然的一个缘分 是 姜丽文在活动上发放爱心 表示有意助养小朋友 而好兄弟吴叶昆生在外地 Lessie就很窩心 代昆哥和昆嫂庆祝了 前几天就是她太太生日 就叫她过来 因为她太太在香港 可能不认识太多人 我也会认识日文 我们其实都是朋友 都有信息开的 我说过来 大家一起 我就用你 看你做代表 是的 她也有信息我说 Thanks bro You're so sweet 这样跟我说 是很sweet 坤哥他真的很可爱 为什么呢 因为她太太生日 那天她出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 她太太帮她撩眼屎 真的吗 我没有看 是的 还要是拍婚纱照的时候 但我也不惊讶 是吗 她老婆很sweet的 很照顾她的 你知道坤哥这个男生 有时候又不理的 这些 哈哈 他们两个很sweet的 其实坤哥呢 我知道她可能做artist的 那个性格是比较搞笑的 OK 她很sweet的 是啊 是啊 原先是否都想着 希望可以在面内 都出到另一首歌 是啊 我之前做爸爸的宣传的时候 我都不停说 Oh my god 我们只知歌手 很难一年 可以出多一首歌的 原来 因为一首歌都需要 存几年前才能出到 但结果呢 其实什么都 ready好了 但只有一部MV 现在还在等着 所以可能真的要去到下年先